伊朗正在考虑退出核不扩散条约 震不震惊兄弟们 听到这个消息 我不知道大家心里什么感觉 咱们说一说它会产生的连带影响 这条消息目前为止 我看有一些媒体登了 连咱们的官媒央视这种也都登了 10月9号的时候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的成员 阿拉丁·伯鲁杰迪称 伊朗正在考虑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目前议会正在就这件事 进行严肃的讨论 就在同一天 德黑兰时报也报道了这条新闻 德黑兰时报是这么称的 本来伊朗的法律是严禁制造核武器的 但是由于以色列的威胁 39名伊朗议员已置信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 呼吁推动核武器的研发 说说看法 我个人感觉伊朗的这一招其实并不好 有点失策 为什么呢 伊朗如果真的退出了这个条约了 那可就真的是你往现在的国际社会质量打了 这就相当于直接挑战战后秩序了 直接挑战以武昌为主导的战后秩序了 你明白这意思吗 我还是那句话说 不过但核武器条约这个大家都知道 是现有的这些国家以外不能再有了 主要就是武昌 能合理合法拥有这些的就是武昌 其实拥有核武器制造能力的国家非常多 核武器也不是一种多高技术的武器 它是70年前的老技术了 但是呢 为什么只有武昌有其他不能有 就是因为除武昌以外 任何国家不能有这种毁灭人类的武器 但我们实际上知道印巴都是有的 以色列是有的 但是人家这些国家大量的他没有公开承认过 你比如说以色列这种 他就没有公开承认过呀 他从来不敢承认他说我有 虽然说全世界都知道你有 但是他不会公开承认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跟你公开向全世界叫板 这是两个概念 而如果伊朗去退约的话 这你等于是向全世界叫板 告诉大家 我就是要往大家两上打 隔几个我走了 我退约了 可是你问题是你要知道 因为这不是一个多高精尖的技术 现在大概全世界有几十个国家有这种能力 问题是在于 引起的连锁反应就太恐怖了 如果伊朗退了 退了以后呢 其他比伊朗先进的多的国家呢 他也会想 那包括北约的大量的盟国 他们也会想 那伊朗退了 我要不要搞啊 包括日韩也会想啊 那你退了 我要不要搞啊 那这些要都搞 那全世界起步乱套了 咱们打个比方 比方说如果以伊朗的技术 你放开限制 三五年才能搞出来的话 那我觉得放开限制 日韩可能三五个月就能搞出来 那差距就是这么大 所以说如果伊朗真要干了这个事的话 那以色列可能就真非打的不可了 而且以色列打他呢 就属于合理合法 加合情了 你知道吧 不但是以色列会打他 那美国去干这个事 去支持以色列 老百姓再也说不出来啥了 而且很可能 这这么一做 这民主党就解套了 你明白吧 你现在的民主党 因为在这个地方 他不想扩大太多的战争嘛 大量的这个学生上街闹 其实民主党这很头疼的 因为他没有正规的理由嘛 你去支持以色列 毕竟虽然说以色列 受到攻击 他自卫了 毕竟不是伊朗 直接对以色列发动的攻击嘛 但是如果伊朗去退约 那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 而且你要知道 伊朗跟以色列这是死敌 就不是你死 就是我活的那种关系 你就算是退约了 从你研发 到你搞出来 到能战斗部署 我上次个视频 我都说过 这个需要很长的一个时间 但是在这个时间内 以色列不会对你再留情了 他可能就真的会对你的核设施 会对你的这些地方 进行大规模的空袭 而且他不会再留守 因为一旦你有了这个东西 很可能你对他形成的威胁 那可就太大了 因为以色列这种国家 我们都知道 他是绝对要把对他的威胁 扼杀在萌芽中的 那可能很多朋友会说 那面临着这么多的压力 伊朗为啥这么想不开 要去干这个事 我个人感觉 我还是那句话 其实我个人对波斯人 这个民族 我个人觉得 他的政治智慧 还是比较高的 因为这个波斯人 我接触过很多 因为在美国人家 也算是比较聪明的人种 跟你华人都差不多的 科学家出的也多 我个人认为 伊朗这个不一定是真要搞 还是下午下午以色列 伊朗打完以色列以后 以色列肯定要对他 进行大规模的反击 说不定 哪一种反击 就是他承受不了的 而这个时候 伊朗跳出来说 你看啊 你不要打我 你再打我 我可搞合武器了 他可能就是 以这种讹诈的方式 迫使美国给以色列 增加压力 让以色列收手 因为美国现在 就是想叙事宁人 他并不想打仗 所以说他可能是 打的这个算吧 前两天嘛 以色列的防长刚说过嘛 要对伊朗的报复 是什么类型的呢 是致命的 精准的 且不可预测的 所以说这个 我估计伊朗自己 应该也挺紧张的 干脆就放出来 这么一条消息 给我的感觉吧 伊朗他未必要 真的逆历史潮流而动 逆天下而动 逆武昌而动 他应该干的 就是把自己吃成一胖子 告诉你 我很恐怖啊 就跟朝鲜似的 我破关破摔了啊 你再不动 我没机会甩了啊 迫使美国给以色列压力 让以色列对他不发动报复 这个我觉得 才是伊朗的真实的想法 未见准伊朗 真要干这个事 但是啊 伊朗这种国家 也比较神经刀啊 如果他最终 他真的干了这个事 我觉得也属于正常 他们自己啊 想过的安省 应该这是第一位的 应该他们也不想真正的 把以色列逼击眼了 不顾一切的打他 那伊朗也扛不住嘛 是不是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啊 伊朗退出不夸当核武器条约 应该是这个意思啊 那行吧 这期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 以后什么有意思话题 再跟大家说 这期聊到这 大家拜拜